防疫保单争议延烧 根据金管会统计 还有一百多万件的保单塞车还没有合保 让民众很担忧 确诊了也拿不到理赔金 对此金管会表示 已经跟保险公司协调 要求在六月底之前要全数合保完成 只是现在保险业者理赔压力不小 因为根据最新统计资料 理赔金额已经超越了保费收入 而且这个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防疫保单之乱 还有一百万件保单塞车卡在保险公司 还没合保 民众就担忧再拖下去 确诊了也没得赔 金管会出手对业者下最后通牒 要求六月底前全数出单完成合保 但这一百多万件再图保单 的确让保险公司压力很大 根据金管会最新统计 随着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防疫保单理赔金额不断飙高 23号为止理赔金来到25.8亿 正式超越保费收入21.1亿 呈现死亡交叉 再加上一百万件还没合保的 这亏损越来越大 保险公司恐怕陷入财务危机 未来要来检讨他们为什么没有提前的预防到这一次防疫保单 所可能引发的财务危机 金管会也应该针对后续的检讨报告 对他们一一就责 再同保单能否如期出单还是未知数 但已经合保的亏再多业者也只能认赔 记得旅行门五香三台北报道